县官的隐身份 名龙庆三年 1569年 海瑞写下了一项重大发现 如果套用孟子的比喻 民族以茶丘豪之末而不见于心 那么海瑞发现的不过是那一车柴火 奈何人们习烟不查 日用而不知 无人继续产发 竟使这项发现埋没至今 为了这车柴火免遭轻事 请恕我绕个圈子 先从这项发现的来历说起 一 招待客人的故事 加近34年 1555年 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当教育 近似县教育局局长兼官校校长 写了一传申闻和一传论 一传近似现在的招待所兼邮政局 与教育并无关系 但是海瑞见那些往来的官员 及其亲友在招待所横吃横喝 用服用马 巨额负担净逼的百姓 投合上吊 实在不忍沉默 他上纲上线地写道 地方官为了羡美于人 而使小民投合上吊 这是为媚人而杀人 海瑞说 从正式规定和建国初期的事件看来 百姓负担根本不至于那么重 他呼吁复古 严格照章办事 他说 地方官认为照章办事 就会不安于位 就要丢沙帽 这是不正确的 他还举出两个例子 证明削减一些招待费未必影响仕途升迁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 海瑞43岁 进入官场不过两年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够深切全面 甚至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三年后 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县之县 他有机会攻行自己的主张 严格照章办事了 照章办事是什么意思 譬如 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 险要官员路过淳安 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 以两价折算 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 如果巡抚 省一把手 路过淳安 接待费要用去银子三四百两 将近十万人民币 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 一般官员的伙食费 下乘路上的伙食费 下乘用船用夫 合计不过五六千银子 约14050元人民币 如果上司驾到 另加一只鹅 一只火腿 市价二千银子 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 合计不过二百元人民币 中央的部级离退休干部路过 也按照二百元的标准办理 海瑞说 这个标准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了 后来海瑞自己当了巡抚 以身作则 只接受一般官员 14050元人民币的借贷标准 从六七千元砍到14050元 从十万元砍到二百元 将上司的既得利益砍的只剩一个零头 这就是海瑞的照章办事 这种章程 谁看了都知道 要惹是生非 果然 海瑞在纯安当支县的四年里 频频惹是 其中 还有两个故事上的官修名事 第一年 总督 大区军政最高长官 胡宗宪的公子路过纯安 被纯安议程近似招待所所长的接待方式激怒 将所长倒掉了起来 这个故事在《名史海瑞列传》中写得很简略 海瑞籍的证文中又不见记载 我也闹不清楚胡公子究竟指望着什么 又遭遇了什么 按照海瑞坚持的章程 官员的公子 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公家的遗传服务 不过纯安议程未必有胆量拒绝服务 他很可能按照14050元的标准 接待了胡公子 200元的标准是给总督巡抚一级的 胡公子恐怕享受不到 即使享受到了也难免动怒 据说 胡公子载着地方官一路孝敬的数千两银子 从数量和路程推断 各地是按照副省级一200两银子的老规矩接待的 依照这种旧规 当地长官还要出面宴请和出城迎送 到了纯安 海瑞这个七品之骂官 不但不迎送不宴请 期待中的一二百两银子也降格为五六钱 较有自尊心的人如何不诺 公子大怒 海瑞也大怒 下令将胡公子关押起来 银子没收 上报胡总督 说您在通知中明确指示 不许大操大半地搞接待 现在却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摇撞骗 海瑞请示如何处理 闹得胡总督有苦说不出 第二年 直接领导海瑞的沿州知府批转了临县的申请 要求纯安协助分担一些驿站费用 海瑞拒不领命 海瑞说 建德县的一传负担确实比我们纯安重 我们县美丁负担四五两银子 建德县美丁负担九两 他们想分害是有道理的 但是 海瑞说 我已经把纯安原来的美丁四五两压到了美丁二千五 这是上司和过客的非分所得 我们能减 建德为什么不能减 建德县想减轻负担 应该先从这里下手 而不应该自己不做努力 先向我们伸手 拒绝了邻居之后 海瑞又把上司的常规摊派顶了回去 纯安县署严州府管辖 府里接待过客 馈赠人情 最终都出在各县 其数字自然远远超出明文规定的标准 但是 海瑞偏偏和上级领导教真 不折不扣地按正规标准执行 借送之府后 韩之府拒收这笔不足惯例之术的银两 同时引用孟子顺天者存 逆天者王的教导 劝海瑞让步 海瑞将这笔打回来的银子 再次借送至府 不肯增加一丝一毫 他说 孟子讲的屈从权势 那是战国时代的情况 如今 圣名在上 我备佑都是知理义的读书人 你的权力和才干也足以抵住中流 为什么还要行此非礼之礼 非义之义 难道想制造一个无道之天吗 平良心说 海瑞以圣名在上劫难寒之府 很有些强词夺理 当时 嘉境皇帝已经十余年不上朝 著名奸臣严嵩当政 贿赂狼藉 哪里有什么盛名在上 数年后 海瑞上书骂皇帝 说天下人早就不认为陛下正确了 还劝皇帝痛改前非 可见他并不是不知道 知道还要装傻 用赞颂最高领导的话 赌知府的嘴 这就不是切磋讨论的态度 很难让人家心服口服 当然 不与知府切磋讨论 也是可以理解的 整论输了就应该多交钱 海瑞不肯多交 顺便再提一句 海瑞借用孟子的话 非理之理 非意之意来形容的东西 正是我努力描绘的前规则 此时的海瑞已经明白了 他抵制和对抗的 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犯罪行径 而是另外一套 规范着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并且获得双方认可的毅力体系 海瑞强调了这套规则与正式规则的不同 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简明概念 第三年 嘉靖39年3月 1560年 燕茂青以都御史总理严正的身份南巡 将要路过淳安 都御史的地位近似中纪委第一书记 监监察部部长 总理严正意味着 他还富有财政部副部长的特殊使命 当地很少见到这等中央首长 但人人都明白这既是升迁的机会 又是倒霉的关口 于是一场巴结讨好的竞争开始了 燕首长出巡之前 特地向前方葛湛发了通知 说自己素性简朴 不惜成盈 反饮食共账 拒依简朴为上 吴德国为滑齿 弥费李甲 还说 方金民穷才尽 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刺 勿以体谅 话说得很是恳切 然而 我们祖先私下办事 总以潜规则的标准揣夺人 并不信赖仁义道德 地方官好像 根本就没有听见燕首长的圣贤话 到处大白酒席 山秦野兽 每席都价值三四百两银子 约十万人民币 共账之华丽 连尿壶都是银的 而燕首长也不负众望 好像根本就没说过那些圣贤话 十万元一席的一路吃江过来 地方官员的消息极是灵通 早派人打探清楚了各地的接待标准和菜品 自己这边则先从什么地方垫出一笔款子 花样翻新的策划讨好办法 这时候 海瑞向燕首长禀报 说首长的指示非常好 而我们得到的探报却完全相反 现在府县都怕因供应不周而得罪 极力买办 整得百姓嗷嗷叫 我怕您因不了解情况而后悔 特此汇报 燕首长接到海瑞的信 临时决定绕开淳安 严州府诸位领导见首长去向突变 连忙打听 知道原委后大恐 将海瑞召来骂道 不大点的官 好大胆子 后来 中央首长似乎倒霉说什么 但是首长的部下 巡言御史原纯看不下去了 表示要替领导出这口气 便找查掺了海瑞一本 按照常规 被御史 近似中央监察院的处长 揭发的官员要避为戴罪 临时下台 但是海瑞偏不下台 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说自己上队的起军 下队的起民 没什么罪 如果需要 我离职听后处理 请派人来办 正式交接手续 如果不是厚着脸皮不让位 海瑞也算下过一回台了 嘉靖四十年 1561年 海瑞四十九岁 到了一个任满升迁的关口 这年七月 他因为迎送不远 公映不丰 又吩咐不为威英 再次得罪了巡言御史原唇 袁御史讨厌海瑞对领导 缺乏热情的那股劲 翠骂道 你现在就像学府官的派头 还早 还早 袁御史在海瑞的 给油身文上批驳说 刚刚呈上给油 便摆出了一副升官的架势 拒恶不公 不守安分 考察不予通过 本来已经内定海瑞升任浙江省嘉兴府通判 官阶从正七品升为正六品 经袁御史这么一闹 海瑞评调江西新国 到一个更穷的地方继续当支线 二 说破真身 我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陈年旧事 因为这些故事 从不同方面体现出过客权力的真实边界 过客的权益 不仅可以直接表现为 他们的要求和勒索 间接地表现为同级或同事的讨好竞争 还可以表现为上级机关的财政提取 表现为兄弟单位的协助申请 表现为部下挨打犯难 甚至可以表现为关于儒家经典的哲学争论 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 任何一点不合作 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 任何一点冒犯 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 都可能招致忌恨和报复 反过来 让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恭应 则可能带来更好的观韵 这才是真正的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县官与农民之间 就不存在如此密切而多方位的报应关系 于是 行格事尽之中 县官的真实身份也势必改变 成为他本来不应该是的东西 那么县官不是县官 又是什么呢 海瑞的结论是 县官真做了一个议程 招待所所长 这就是我生怕遭人轻视 绕了半天不肯直说的那句大实话 自从秦朝朴摄俊县 谁不知道县官是什么 所谓亲民官 父母官 县太爷 县领导等等 可是 又有谁扎扎实实地说过一句 县官真做了一个议程 海瑞的这句话说破真深 因而推翻了一个常识 截断了一种思维定势 连县官这种恒定的身份 都会依据利害关系网中的真实位置改变含义 我们还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么 在我听来 这句话犹如红中大缕 阵龙发聩 海瑞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突兀的感慨 而是对制度变迁所伴随的身份 变迁的完整描述 在继续产发先贤的发现之前 特将海瑞都府条约中的这段原文公录如下 周县里民事 异地管过客 祖宗致也 阿谀作咏 刘碧至今 县官真做了一个议程 知府之身亦当议程之伴 殊师出智 三 身份的色彩 当招待所所长 不是说着玩的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这些东西从何而来 先说时间 海瑞在私人信件中说 金人身居官位 舍弃职份之内的事不做 日奔走迎送那些过客 在悖论自臣不直书中 海瑞直接向皇上报告说 宿 周 松 江 常 周 湛 江 四府 陆当冲药 府县官每日以迎送过客为事 小米有了冤屈 虽然也想替他们分离 却日无暇时 往往弃之不理 结果案子大量积压 可见 县官用来伺候过客的时间 是从百姓那里挖来的 从后汉书首创百官制描述官员职责 到明史直官制 县令的清定任务只有两方面 在与上级官府的关系方面 主要是缴纳赋税输送人才 在与百姓关系方面 则是从汉朝就确定的老四项 一宣传倡导道德法令 二维持社会治安 三养老扶贫 四听颂断誉 这就是说 一千多年来 县官并无接待过客的任务 但在现实生活中 却有如此多的工作时间 用得不明不白 非公非私 无以明知 姑且称之为灰色时段 再说金钱 海瑞说 纯安县知应过往 知应上司 知应本县各项用度的银两 从前每丁出银少则三两 多则四两 本职到任以来 每丁只争银二千五分 大约每年争银九百两上下 其中县里的用度少 知应过往和上司的用度多 如果上司联民百姓穷困 不拿穷人接济富人 留意节省 每丁征收二分五离银子 也就足够了 奈何并无留意之人 我身当一线之人 尚不能请领导财检长夫赫理 终不能严格执法削减接待费用 不能不继续征收那二千五分银子 在很大程度上 没有尽到父母官的责任 海瑞给出了三条标准 过去每丁征收三四两银子 现在每丁征收二千五分银子 理想状态是每丁征收二分五离银子 纯安县的丁额 在三千七百至四千上下波动 以三千七百丁计算 海瑞上任后 每年征收九百二十五两 过去竟要征收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两 而理想的数字只需要九十二点五两 高低之间相差一百四十倍 这三条标准中的 哪一条算是正当的 假如我为你看家护院 每天领十元工资 月薪三百 按照现在保安每月八百五十元 私人贴身保镖 每月三千元的行情 三百元是少要了 这可以说是亲戚关系 如果增加十倍 月薪三千元 也在公平交易的范围之内 如果增加一百四十倍呢 每天一千四百元 月薪四万两千 这时候就很有理由怀疑 我究竟是看家护院的 还是打家劫舍的 如果是打家劫舍的 那么又从哪一点开始 我从一个保安 转变成一个强盗呢 从月薪四千 五千 一万 如果把海瑞上任后 征收的银两 作为正当标准的边界 从前每年征收的 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两银子 只有九百二十五两是应该的 其余一万两千零二十五两 都属于不易之财 不易的份额约占百分之九十三 正当的份额不过百分之七 实际征收额 竟然是正当征收额的十四倍 这一大笔不易之财 主要部分用于 支应过客和孝敬上司了 孝敬上司的那部分 又有一大笔 转为上级政府支应过客的费用 那么 瓜分这笔不易之财的过客集团 又应该叫什么呢 不易集团 分赃集团 黑帮集团 同样 搜刮并参与瓜分 这笔不易之财的支付和支线 又应该叫什么呢 仅仅是招待所所长吗 是否应该算黑帮分子 我有点意外之感 为了追究和定义一种身份 又拉出来一笔没有正面命名的巨额费用 牵扯出一个不知如何称呼的过客集团 为了一个确切的命名 扯出来两个需要命名的东西 仔细分辨起来 海瑞的前任多征的一万多两银子 虽然违反了中央规定 虽然有点黑 却不是独吞的赃款 也不是纯粹的不易之财 依据非易之意 非礼之礼的钱规则标准 这笔银子符合官吏集团内部的义 得到了合乎钱规则的分配 因此 这笔钱不是黑钱 而是灰钱 于是 搜刮和瓜分这笔灰钱的人 也不应该被打成黑帮 只能算灰帮 倘若以灰色税费 在全部摇曳中的比例计算现关的灰度 那么 海瑞在纯安的前任支线门 作为灰帮分子的成色达到93% 作为支线的成色不足7% 不足7%并不意味着接近7% 我估计 其实际成色还要打个对折 折到3.5%上下 我们需要折掉灰色时段 假如我们雇了一位公徒 每天8小时的上班时间 他用三四个小时陪过路的公徒 喝酒打麻将 工资一分不少拿 该他打扫的垃圾却堆积如山 这位先生的公徒成色有多少呢 打个对折似乎并不苛刻 在打对折的时候 我们毕竟承认 公徒做了一些公益方面的事 如果算得苛刻一些 考虑到过客的酒钱和赌资 都摊到我们头上 考虑到百姓与过客集团 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冲突 在过客那边越热越红 在百姓这边就越冷越黑 两者之间存在反比关系 那么 公徒提供的那点 公益应该被公害 冲销干净才对 总之 县官真做了一个一层 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 县官真成了一个挥帮分子 4 挥帮化机制 海瑞凭借一己之力与挥帮对抗 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 对挥帮的优势和挥帮化的实现机制 也有独到发现 龙庆三年1569年 海瑞出任右迁督御使总督梁储勋 辅应天使府近似江苏省一把手 在都府条约中写下了刘碧至今 县官真做了一个议程的结论之后 他针锋相对的发布了一系列禁令 并严格照章办事 海瑞甚至动用刑具 亲自审讯借用公布刊河建设部一传使用介绍信 的人逼他交代介绍信的来历 很快官僚集团的抱怨和议论便弥漫开来 在众人的攻击之下 海瑞不得不向内阁诸公近似国务委员写信诉苦求援 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不可行的 也不是行不通的纷纷口舌 何字而来在 何字而来在 他说 看看想想如今这些事情真叫人百面俱灰 海瑞日语群小较量是非 感觉到窝蜂难犯 他的新规矩损害了千百官吏的切身利益 只要有一两个忍不住咬他一口 就足以叫他大病一场 何况是一窝蜂 不过一年 海瑞被迫辞职 再次验证了苏折产发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 在辞职之后的私人信件中 海瑞叹道 事与心辈 奈之和 奈之和 百凡经理 垂成终止 可惜 可恨 在写给皇帝的辞职申请上 海瑞将这些感慨和疑问提升到理论高度 他呼吁 服怨皇上 斥令我的继任者 不要因为我受到诽谤 而轻易改变我制定的政策 勿为相关过客口大难犯 不可不后 小民口小 口碑不得上文 而不续小民 这又是标准的海瑞风格 透彻的了解癥结所在 却不肯承认形式比人强的道理 指望以个人的道德力量抵抗大势所趋 海瑞所谓的口大口小 说透了挥邦化的体制根源 早在十年前 在《纯安正式星格条例》里 海瑞就如此描述了官僚集团或过客集团的信息优势 他说 大家都说应该联系百姓 节省民力 又说接待过客绝不可保 然而 百姓口小 有公义不能自治于上 过客口大 稍不如一则颠倒是非 傍言行焉 这就是说 欺负百姓无妨 上面听不见 得罪了过客却要招致诽谤 这叫广大追求进步的干部如何选择呢 他们的权利虽说是领导给的 但大家都懂得三人成虎和增身杀人的道理 明白自己的权利其实也是信息传递集团给的 为了进步 县官不能不巴戒口大集团 牺牲口小集团 在这个意义上 挥邦化乃是领导说了算的体制和官僚集团的信息垄断地位的自然结果 挥邦身份虽然并非亲定 却是是定的 更准确地说 是政局中互动各方依仗各自实力 决定的 个人道德的优劣已经无关大局 更何况 后代过客又不用自己掏钱 完全是取之百姓 这又很简单 不过一开口而已 不过一发牌而已 走这条路的成本如此低 风险如此小 在指望其他结果 未免就有点天真浪漫 海瑞下台时 似乎也有所觉悟 骂道 这等世界做得承慎事业 五 整体演变的历程 明朝政权的挥邦化或黑邦化 走过了一个和平演变的历程 明初异地管理慎言 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 可以使用公驾的驿站 陆仲亨以侯爵之尊 违规用了公驾驿站的马 便被朱元璋罚往燕门捕到 这位将军终于被逼 加入了谋反团伙 这是洪五十三年 一千三百八十年 之前的事 嘉靖三十七年 一千五百五十八年 海瑞出任纯安之县后 在当地老人中进行过调查 据老人说 仅二十年民间比前二十年苦 负担重 仅四五十年 又比前四五十年负担重 这就是因为官员的招待费用 越来越丰厚了 明 陈全之彭窗日录 卷寺中的一则记载 更加精确地支持了 这种民间感觉 他说 异传之弊 到如今可以说走到了极端 官员无官 使用异传系统的证明信 而借官 官可以借 便滥借起来 地方官员又乘待客之机 自肥自便 例如淮阳异地 家境初年 每年接的证明信大约三千 不过二十年 如今上万了 所用的船也比过去大 需要三倍余前的欠夫 才能拉动 由此可见 灰邦化进程的速度 二十年间灰度加重三倍以上 这一年上万的过客 究竟有多大比例是真的呢 明 胡钻宗 院学边 下 说 法当入义者 十五二三 法不当入义者 十美八九 陆行皆非 水行游慎 集结海内民穷才尽 日不聊生 大抵一传之智之也 海瑞的抵抗努力 失败后 又过了六十多年 毛雨剑向崇祯皇帝汇报说 异地一事 最为民害 他说正明信的发放范围更宽了 不仅互相借用 还转手买卖了 差异之威如虎 小明之命如止 敲骨惜髓 见闻心惨 他呼吁皇帝悬赏捉拿使用假正明信的人 正明信泛滥 实质是敲诈勒索权的扩大 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克为例 崇祯十年 1637 秋 徐霞克在广西游历 他无权免费使用工价的遗传系统 但是 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 使用异传的正明信 徐霞克却指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 主仆加上行礼 动辄要用七八个敷衣 村里人手不够时 还用二妇人待鱼 让妇女为他抬轿 此外还要供他吃喝 有鱼有肉 煮蛋现浆 在《月西游日记》三中 徐霞克记载了崇祯十年11月下旬的经历 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 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 众夫役开始逃散 徐霞克赶紧抓住一个捆上 牵着进了村 村中男子已逃顿入山 徐霞克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 搜出两位妇女 命令他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 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 让村里人接班 过一会 负责遗传事物的老人来了 徐霞克说 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 不得不来 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 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 鱼翅令苏米夫 碎卧 我贺令快去给我找台轿子扛行李的夫役 然后躺下 徐霞克是我们的文化精英 但徐霞克游记 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 他旅游的许多费用 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 违反中央规定 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 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崇祯皇帝当然愿意整顿 但多次下令都不见效 终于意识到有驿站就有这些问题 根本无法解决 于是 他来了个一刀切 砍掉驿站三分之一 没有驿站了看 你们到哪里去敲骨吸髓 在这次裁员中有大批异族下岗 其中一位就是李自成 在李自成对明朝开战的席文中 有这样一段话 皇上并不太坏 但总是被蒙蔽着 臣下全部结党营私 绝少有公正忠诚的 于是 贿赂和利益都进入官僚集团的腰包 百姓的枝膏都被榨干了 李自成指控的结党营私 正是我们所说的灰帮话 在古汉语中 党是一个贬义词 私党更有加倍的贬义 因此就有了灰的发黑的意思 我的疑惑是 在灰色和黑色之间 在灰帮和黑帮之间 是否存在一道清晰的分界呢 比如 多收了一万两是灰钱 两万呢 一亿呢 把全县百姓都榨干了 也凑不够一亿 全体榨干还不算黑帮吗 那么 在一万和一亿之间的哪一点上 在榨干一个人和榨干 全县人之间的哪个数上 灰钱转变成为黑钱 灰帮转变为黑帮呢 我找不准这个转折点的位置 但我知道 朱元璋创建的明朝 和朱元璋推翻的元朝一样 其统治集团 最后都被百姓看作黑帮 原人小令中的名篇《罪太平》 无题 说得很清楚 堂堂大员 奸命专权 贼做官 官做贼 只把官和贼混为一坛 远远望去 县官的身份始终处于变迁之中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呈现为黑白之间的不同灰度 至于灰到什么程度可以叫黑 灰在什么程度之前仍可算白 那是有命名权的人贴的标签 体现了他们的利弊权衡 与现实利害格局所决定的真实身份 是两码事 2002年9月8日